噢 溫某卡來了 在我走賽道的時候打過來 喂 我在走賽道啊 就是 沒有啊走賽道就是用走的走在賽道上 現在開始的視頻 非常的珍貴 因為這一次賽事是不準賺GoPro 也許是因為街道賽的關係吧 如果GoPro在中間掉了 後面車子壓到 或什麼樣之類的 造成的傷亡可能會怕很慘重 你看這個彎 這麼的激促 而且全部都被輪胎搭住 你在今彎之前 你的彎形的出彎點 全部都被輪胎搭住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而且你現在看到這邊有個假的草皮 有沒有剛剛通過的 那個地方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切西瓜 還是不切西瓜 真的覺得很奇怪 後來賽事是有決定的 如果你在那個地方 四個輪子都在那個綠色化的區域裡面的話 要增加四秒 他可能怕速度太快 希望 降慢一下速度 接下來 這個彎就很特別 這個彎就叫做QQ彎 剛剛那個彎 很多車子都在那裡撞掉 QQ也是在那裡撞掉 QQ是誰咧? 是我們青少年組的 陳宏利選手 不過還好人沒事 現在過這個就是我受傷的地方 啊 日本選手 下次不要被我看到 不然 沒事啦 人生嘛 對不對 這個直線很特別 這個直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你都不知道在哪裡彎 所以在這個還蠻恐怖的 而且這是我第一次下場練習 他就只有第一次下場練習 給你裝GoPro 之後就不給你裝了 之後可能他們就決意就不能裝了吧 那我早上第一場沒練到 這又是第二場 所以我就只錄到這一場 不然如果早上那一場我嚇到再練這一場 我就有兩個影像 可惜 不過我盡力把影像把它帶回來了 那你看這一次這個街道塞 你在入彎之前 看不到彎星 看不到出彎點 那如果有車子在那個出彎的地方 發生事故真的是很危險 他那個彎道的那個 Marshall 真的要很有經驗 而且處理要很明快 這可能是這一次賽事 唯一詬病的地方 就是彎道的Marshall 有些不夠專業 對不對 在決賽的時候 把一大堆在那邊亂超車 真的是 受不了 來剛剛練完兩場 有什麼感想 心得 來國外跑比賽 好緊湊喔 你一下就要習慣了 習慣什麼 賽道嗎 對啊 TEMPO 對啊 你要很快就上 不然 喔 因為我的適應速度太慢了 在國內真的 節奏太慢了 太安逸了是不是 對太安逸了 那一直去 高的地方 看賽道 一直模擬幻想 有幫助嗎 有 有幫助 今天晚上有車手晚宴 今天晚上有車手晚宴 請讓車手去參加 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還以為你要跟我說 你要丟下我耶 叫我自己去逛街去吃 我們去吃啊 我們去吃啊 喔 好啊 你沒有想參加嗎 沒有欸 我一個人去幹嘛 無聊 你可以去跟其他車手 聊聊啊 經驗交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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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有那個 我今天跟你說的那個事情吧 然後是這樣的 我們有這個政府的邀請來源 然後如果我們車隊都是 基本都是外景車手 所以都邀請來源 然後政府是邀請50個人 然後 然後只能車手去 可能家屬還有機械師 我們就要在酒店參加 酒店那個是六點開始 我們這個是五點半 但是因為大巴 他其實所以大巴比較常用力 如果你要自己去的話 我把地址發給你 然後 然後打地址去 對 如果你開車的話也可以 因為 你就先傳哪一碼 然後如果你可以跟我們一起 我們可以跟你一起去的話 我一定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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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還沒聽不懂 這是算別的把妹嗎 我還沒聽不懂 把妹的節奏 我還沒聽不懂 等一下等一下 這有關嗎 沒有關耶 我剛剛還想說怎麼問那麼久 有這麼複雜嗎 我發在地址 我發在地址 我聽說看得到 這個是你 你很開心拿著生蠔回來 生蠔好像比較少人搶耶 為什麼 大家都在搶牛排跟羊排 你要哪一個 我要小的 你這個 不要 我要這個 好好好 可以 幫我買 幫我買 好